瑞翔高中健身发电机电量显示系统说明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提供一个轻酸电池供电 然后我们也可以透过额外的交流变支流电的变压器 这一颗另外供电 然后我们也可以让电瓶的支流电透过逆向器 来供电给我们的电风扇使用 那我现在帮我们的逆向器打开 电风扇也可以打开 那这样子电风扇就可以旋转 那我们也可以让使用者踩踏在这个健身发电器上 边健身边吹电风扇 然后再跟大家介绍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 这一个是我们设计的一个控制 这一个是用LM3914的一个IC 然后右边这个是高电压的控制器 50K欧姆的可调电阻 左边是低电压 5K欧姆的可调电阻 然后透过这个5K跟50K来做10等分均分之后 然后输送到10个固桶的供电 那每一个输出电之前都一个10K的电阻 然后这个电晶体又是2SA110E5的电晶体来控制 然后我们采用的LED灯 我们采用的是12伏特的直流电的LED灯 所以我们是用额外的分电压 就是刚刚我们的电瓶 或者是透过直流电转交流电的这一个电量供应 让它分电压来供应 那所有的电量控制器是透过这里 我们的健身脚踏车 这里有一颗支流发电机 它是500W 然后它的电量上来之后 会跟着电压而上升 那因为我们怕给它太大的一个电流量 所以我们这边放这100K的可调电阻 调到我们适当的一个电压 然后透过这一个LM3914的这一个逻辑IC来控制 那现在我们来示范给大家看 当我使用者在采一下的时候 你看到我们的LED显示5伏特 开始慢慢亮灯 当电压上升 我们亮的灯会越多 好我们设定它是最高到50伏特 好最低到5伏特 然后现在把它减速 降压 好再增压 然后再减压 再增压 再减压 好这个就是我们设计的一个 健身发电机的电量显示器 那我们再看看我们的这个的结构 我们结构的下方 我们用的是两个一个夹子 夹在我们这个健身发电机上 那我们这个也可以随时把它拆拔下来 拆拔下来 那我们结构为了要增强 所以我们就加上一个叫做角身板 角身板来增加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以上这个就是我们瑞翔高中 所制作的健身发电机电量显示器的作品说明 我们下一个点减确的设计 我们下一个个区域 doors 误会